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會在家裡煮東西吃 那些烹調的廚具越買就越多 不要說很多錢,一千多百元都要 這陣子都流行吃燒烤、爐端燒那些爐 如果你在淘X買的話,那些大學就幾百元 但是你在香港電器店買,一千多百元都逃不掉 但是竟然在某個匯錢的食品show買的凍肉 竟然送了一款燒烤爐 那它究竟跟淘寶的貨色,或者我們在香港買的一千多百元 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今天試一試 這個就是一個爐的本體 那它就很簡單的,只是一個領制去領著它 那這些就是我今天的實驗品 那有什麼呢?那全部都是串燒來的差不多 包括有這個雞皮、雞肉丸、雞軟骨、雞腿肉、雞心 那這裡也有一口和牛、海鮮蝦和蔬菜類 那就不準備太多了,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去試一試 那開關呢?非常之容易的 那在這裡領著,領著這個開關鍵 然後按一聲,那它有這個爐溫的選擇 1、2、3、4、5 那去到5就是最熱的 那我現在試一試去到3先 不要太強 如果太強的話,我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過了一分鐘,它真的熱得很快 那這樣呢,自然我滷了一點水下去,已經蒸發完了 我現在呢,加少許油下去 少許吧,然後塗一塗 哇,發燙了 因為剛才有些水發燙 OK 那這樣呢,就可以加少許油下去 我去試一試吧 哇,它現在的overheat,它自己會關掉的 我試一下,加兩吋 雞丸粉 現在加兩吋 其實呢,你不要看它的面積這麼細 其實呢,你不要看它的面積這麼細 它也可以放到幾多東西 那,我們現在加兩吋 我們現在加兩吋 我們再加兩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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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熱度可以熱得幾分 那麼呢,如果你的醬汁呢 如果你的醬汁呢,它會由這裡可以流下去 你可以找東西吃 其實這個設計也不錯 那,記得啦 記得有良好的收封設置 對啦,如果像我這樣 那,我在這裡有一個 搭檔機這樣抽著 那,其實呢,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在廳的話呢 我相信你呢 將會弄到你整個廳都在煙味 所以呢,沒有膠 不膠 不膠 那,差不多呢 我們可以掃點醬汁 這樣就可以了 好味子 那,我這個有一個燃燒醬 那,我每樣都掃點 那,這邊呢 那,就是有一個炭火燒肉醬 然後呢 那,測了之後呢 那,我們有一個炭火燒肉醬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炭火燒肉醬 那,煮了之後呢 那,我們也要煮熱了 就要煮熱了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燃燒肉醬 一口和牛粒基本就可以了 那我呢 現在就 吃吧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試試這隻一口和牛粒 它真的和牛粒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真的不錯 這個爐 你們看它這麼便宜 其實它做到的效果都真的不錯 這麼快呢 我的雞軟骨好像快到了 我的樣子站起來 好 我們可以 第二樣燒什麼 我們不如嘗試燒些海鮮 鮮雞皮 看看蔬菜的效果又如何 好 好了 然後呢 加一點油 鮮皮就不用了 好 嘗試一下這個雞肉丸 嘗試一下這個雞肉丸 好香喔 裡面有些雞肉丸 這個呢 像吧 像樣 這個雞肉丸 一樣 好香喔 好香喔 但是這裏有一點鹹 這個呢 但是它原來不太好 這個 做海鮮來說 我們要灑一點鹽 然後我們要灑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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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呢 就快一點熟 我們看看蝦呢 就已經很OK了 你看看樣子都不錯 看來看 看來看 嘗試這個蝦呢 雖然這個是急凍蝦,但燒完之後其實也很鮮味 全靠就加了點鹽,我覺得很新鮮,一樣爽脆和好吃 由於這個雞皮擦了大量雞油 所以我趁這個時候就加雞腿肉和雞肝 很厲害,加點油 盡量可以讓它煎了一點油,所以就不用加太多油了 其餘的這些蝦應該在我的樣子都可以,可以吃得到 好,讓我們稍後煎 看看蔬菜類又如何,因為它煎滿了雞油,現在的樣子很亮 哇,很甜 它真的... 而且油可能鎖住水分,裡面還有很多水分,不會乾掉 這個很濃 這個雞皮不錯,做得很脆 提一提,剛才所有雞的串燒都是來自日本的鹽手縣 嘩,很脆,不過這個是高膽固醇時間 真的好吃,只有一串,不錯 又是膽固醇膏時間 這個是雞肝 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吃內房 我呢,就喜歡吃雞層多一點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雞肝 龜肝呢,這個特色是粉一點 我又不喜歡,我喜歡雞肝 好了,到雞腿肉了 雞腿肉又如何呢 嗯... 雞腿肉很嫩滑 好像焗雞肝很多 到吃粟米了 燒粟米其實也要有少許技巧 因為這個爐的火力是很硬的 所以你要不斷地把它在爐上 和它的位置串來串去,才可以燒到 需要的時間也要長一點 雞腿肉的效果呢 我覺得非常之好 不過你真的要給點耐性 這麼快就吃光了 不過呢,現在又做了最討厭的時候 就是清潔了 你看看,吃完之後 彈到到處都是 最麻煩的就是這個東西 它是不能拆出來洗的 那怎樣洗呢 示範一下 喂呀 你就只可以用些廚子 這樣去清潔 這樣去清潔 那你說是不是有時間去做呢 喂,看完我吃東西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我們Facebook 有個美食市署專業 你也可以加入的 拜拜